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坦白講 我真正的寫作 是從2013年才正式開始的 當然 我也被很多朋友笑 有時候到台北去飲酒 看到一些文友 他們會跟我開玩笑 他說你退休了嗎 我說還沒 我還是一個建商 只要我說我是一個建商 就引起大家 然後呢 有幾類 比如說 散文的技巧 現在有話可以直說的方式 當然是有的 他的敘事 那你就要看你文別的功力了 可是還有第二種叫做 他有話不直說 今年有個很大的特色是 有相當的比例 他採取的技巧是 電影的方式 就是我講A 我也講B 但兩者都重要 兩者都出色 這是寫作技巧上面的更上一層樓 那還有第三類作品是 每一屆的文學獎裡頭都存在的 它叫做實驗性的寫法 他在電影裡頭比較屬於 比如說是後現代了 或是比較充滿實驗性的 這個就有點考驗了 就是你傳達你的實驗性手法之外 你的主題的意念 要同時可以讓閱讀者 細讀之後依然能夠感受 這樣才是最上層的作品 今年的得獎作品 六篇當中 這三類都包含在內 接下來我們要翻一下它的原因是什麼 我跟你講第二類作品 我剛剛說過的叫做 《疊影師的寫法》 在這次的比例當中 佔了很大多數 有很多很好的作品 勢必要被比下去 這最讓我覺得 《遺珠之憾》的作品 我有想到有一篇 他寫一個胡阿 護瓜 他寫他的那個 也是A跟B的對應 他A寫他最快樂的時光裡面 有父母親種得滿圓的胡阿 然後長得有多美 然後回來的時候 一家人的和樂情形跟回憶 可是在胡阿當中 有一種叫做 我們稱為肖長 就是他的某些的錯誤吧 我們說基因上的錯誤 所以胡阿會呈現色彩 那個文理都錯誤的狀態 那他用這個在說什麼 說生命中的遺落跟 失落跟遺憾 比如父親在家庭 母親去世跟哥哥去世之下 父親就怨年邁 然後又有失智的狀態 我覺得這種用一個 基因上的狀態的 一個奇悟的 長錯了的一個物像 來形容生命當中的一種 生痛的遺憾跟失落 無法挽回的一種 生命的殘傷狀態 他用得非常的好 那麼這一篇就是在 類似的手法當中 他有被比下去了 文學這種東西 其實也沒有僥倖 它就是你放在生活當中 習慣成自然 厚積了你的 我們說實力也好 我們說我們的根底也好 那自然而然有一天 你續的夠厚了 必然要發的時候 那就是一篇文學作品的誕生 寫作是屬於深度工作力 深度的工作需要的是專注 那用畫像呈現的方式 容易跳躍 即便我也接受3C 我也找在我們的新時代上頭 我也用電腦寫作 這一切東西我都接受的情況之下 我也還是要說 手裡頭拿一本書吧 然後吧 閱讀 思考 甚至於反省 甚至於安靜 這些事情 都融入在你的生活當中 讓文學成為一種生活習慣 你的生活 你會不會做的 我會不會做的